唱了一半 給我們Key檔啊 真的 最近做了什麼改變呢 歌越來越進步 我去拔了兩顆智齒 對 因為那個 我的 我在睡覺的時候其實 可能就是會 咬很緊 抹牙 對 我會抹牙 但這其實搖合機在 就是我老師有跟我講說 這個搖合機對於 歌手來講是一個 一定要很放鬆的狀態 是 所以我就去找了牙醫 就問說 做這個搖合板 就睡覺的時候帶著搖合板 然後怎麼辦 他就說你智齒拔了沒 我說還沒 他就說要先拔智齒 對 把四顆都拔掉 結果你現在拔了四顆 沒有 我拔兩顆 還在 一次只能拔兩顆 一次拔一顆 然後一個月拔一顆這樣子 然後還有兩顆 拔完之後對你唱歌 有幫助嗎 你覺得 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感受到 可是我們覺得 您登上衛冤者之後 判若兩人 所以可能不是拔牙的功勞 有可能 害怕嗎 拔智齒的心情 第一次要去拔的時候 就很... 還滿緊張的 就... 就是有一點像 一個巨高震的人 站在101 20樓的陽台 這樣子緊張 有這麼緊張嗎 既然只有20樓 幹嘛要去101 沒有啊 到21就... 沒有 因為101比較... 對 他的20樓比一般的20樓還要高 講到101 我以為站到101上面 可是某種程度 人高過一個程度 其實幾樓都不重要 對 巨高點到那裡就結束了 都一樣了 我們請到的是 洪晉翔老師請做講評 第一個真的要誇到韋翔 又選了一首好歌 經過你的詮釋以後 我覺得今天韋翔在唱這首歌的 唱法有點不一樣 你今天我可以說 是比較收斂的唱對不對 有一點,對 會有一些的情感 跟你以往要表達的那一種 自然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直到你的最後面 Bridge 風中的雨點打痛我的臉 這邊開始 你的那個 我們熟悉的 韋翔的那一種 用法才會出來 不過呢 最後一個 想念每一個下雨天 這個真的難度是非常非常高 如果要把它做到完美 可能在錄音室我們可以修 但是這個在現場 你要一次把它解決掉 我真的是 也不是一般人辦得到的 那我覺得你整個 整體的表現還是很猛 謝謝 謝謝老師 王志平老師請 我覺得 韋翔真的 你聲音真的很棒 你今天的聲音很溫暖 我覺得非常療癒 今天這個呢 我非常喜歡 對我來講 你們今天這兩個分數 其實都真的很難打 謝謝老師 比一下我老師請 我想說老實話 我覺得今天這個歌 如果沒有後面那一個第三段 就是 風中的雨點 如果沒有這一段 我認為你輸定了 因為呢 我覺得在主歌的部分 的確也是太收 問題也是跟思維 老師剛剛講的一樣 你們在收斂之中 其實還是要分出語氣的強弱 我就覺得 忍不住要對你多看一眼 要對你多看一點 我覺得在旋律的起步上 這一句就可以稍微 力度再加一點 這邊就會畫龍點睛 但是沒有想到後面那個 Bridge那一段 真的太精彩了 風中的雨點 打通我的臉 你是一氣呵成 而且它的強弱的層次 非常清楚 風中的雨點 打通我的臉 愛你的話也 只有風能聽見 時光不能违背我的誓言 尤其愛你的話 聲稱埋藏 那兩個真假音的互換 簡直是太高超了 所以這邊我覺得有凹回來一點 但是結果我不知道 因為今天思維其實表現得相當好 好 所以我想 啊 老師那個不停重複的話 有沒有 好 穩定度 續航力 對不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要說三遍 選歌 選歌 選到對了你們的歌路歌 然後你們再注重細節 你們就贏定了 好嗎 不管如何 今天誰贏誰輸 我覺得你們都是非常精彩的歌手 希望你們站久一點 兩個站久一點 互相砥礪 能夠再進階 這是我們這舞台最大的期望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好 兩位高手過招 92.6 挑戰的是陳思維 我們許委翔 今天能否順利過關 或卡關 或被淘汰呢 評審 請給分 重新詮釋這首經典歌曲 分數來到88、89 90 91 92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2.8分 成功衛冕四關 累積獎金8萬元 險勝 我想越來越接近 所以我想 今天聽老師這樣講 有領悟嗎 有 就是 我想說 沒有啊 那麼有自信 結果 沒有 沒有啦 不要破這種機會吧 是 沒有啦 你們兩個都是很好 你們都很能唱的 對啊 只要稍微記住那些小細節 你們一定會更進步嘛 還有老師講的重點 穩定性、續航力 選歌、選歌、選歌 他們這麼辛苦 你們要聽啊 對 他們都是肺腑之言 這麼多年的經驗 累積給你們啊 對不對 都是錢都買不到的 對 對 好 謝謝啦 我們思維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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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尾翔缺乏了自信 該做事情 把牙齒拔一拔 好好的在台上 好,沒問題 我覺得會有幫助的 而且你唱歌真的有進步了 謝謝 選歌才是最重要的 好 來,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恭喜許尾翔 成功衛冕四關 累積獎金八萬元 好,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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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